在車廠實習過程中,受傷的人不再少數 但明明都有佩戴安全嚴肌,為何還會導致噴傷受傷 所以勞動部治安署提設計了一款TS安全標章 然而製造廠商只想得到安全 並定位考慮到操作者使用的習慣 所以我們去檢視了TS標章的車廠 發現有三大缺點 先的固定式擋板是為了防止板手卡在上面沒有關閉 而操作導致受傷 然而這對於身高還小的人非常困擾 因為每次打開時會因身高受限制導致固定式擋板無法達到情放 長期下來會導致固定式擋板受損 第一頓,刀具補兆 它會把身上方保護好一點,保護推出的體驗 在作動時也可能會導致撞到刀具製作 往後延伸會干涉手機 當今天身高過高的人 它沒辦法身上方有導致措施,身高過低會干涉實現 然後在有些使用者習慣會下意識地擋板去補兆水 最後就是兩側方面 然後這方面因為中間有一塊補兆板會導致姿勢不振 所以會讓整個車窗機速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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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採用液體成型的滑軌浮罩 我們今天椅子定位的時候 我們這邊採用的是極限開關 它到定位的時候它會通電 然後移開的時候它會斷電 那這樣有個優點就是可以節省兩個擋板的時間 然後今天在操作的時候 只需將擋板移至最低端 然後利用夾然後夾持弓箭 可以看到沒有任何反射非常輕鬆 然後刀具的入熱 因為胸前這塊擋板的消失 所以你在做夾持的時候也會非常輕鬆 那麼兩側方面的話 因為胸前這塊擋板消失 所以你的姿勢可以得到正確 保證你的尺寸是足的 那麼在操作的時候 只需將把檔塊一致定位即可 我們這邊是採用一個管子護罩 那它鐵屑噴下來的時候 它可以有效擋鐵屑 也可以確保鐵屑進去車床裡面 那麼在刀具的部分 因為原先的護罩 它在作動的時候 可能會導致刀具損 所以我們這邊採用就是一個 軟質護墊的護罩概念 保護裝置 我們是採用懶子去設計 它也可以達到衣服 或是頭髮防捲露的效果 可以看到這邊它形成縮短 也就是說不用將夾頭往外延伸 降低車床強度 安裝方面我們是採用強力磁鐵 去做一個吸附的動作 當要拆架的時候 只需這樣拉開就可以做一個 拆卸的動作 那在安裝或維修方面 只需一吸一量就可以了 接下來為大家示範一些 新型PS車床的動作 裝好弓箭擠道具的時候 不准再墜佈 入口後 夥伴雷 of 哇 AE 厚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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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試的尺寸 量完之後進行補尺寸的動作 航空車 以上就是我們所改進的新型TS車床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